人们常说赌博之人大多十读九书 生活里不乏那些书钱负债甚至倾家荡产的赌徒 可即使是这样那些赌徒仍然乐此不疲 那赌博为什么会上瘾呢 心理学认为一种行为持续出现跟行为的结果有关 人们通过赌博赢钱之后会感到非常快乐 这种快乐的结果让人们愿意做出持续的赌博行为 此外从生理方面来看 赢钱后我们的大脑会快速分泌多巴胺 多巴胺作为快乐激素能够有效改变我们处理情绪的方式 减少过度思考缓解我们紧张焦虑的状态 这种生理机制是赌博成瘾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但是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让我们赌博上瘾 因为赌博还会输钱 输钱的滋味可不好受 所以让我们赌博上瘾的除了多巴胺 以及快乐这些强化物 还跟输赢的不确定性有关 即我们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赢能赢多少钱 一旦赢钱就很难忘记那种快乐的感觉 也就很难戒掉赌瘾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强化的不确定性精准拿捏了我们的心理预期 如果每次下赌注都能赢钱 久而久之我们会习惯这种模式 心理预期就会变得很高 赢钱也只是刚好能满足心理预期 要想获得更多的愉悦 需要赢的更多 但除了赢钱 赌博还会输 那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得不到奖励 此时我们的心理预期会稍微降低 赢钱就容易超出心理预期 那么我们就会感觉更快乐一些 此外输钱会让我们很难受 如果突然赢钱得到奖励 那就如同我们吃了苦瓜之后 再吃一颗糖 就会感觉糖格外的甜 除了赌博 老虎鸡 抽奖 盲盒等也是类似的原理 虽然在我们的体验里 输还是赢好像不确定 但实际上赢的概率一点都不高于输的可能 所以千万不要被一时赢的快乐冲昏头脑 赌博不仅危害大 而且也难消 要让自己和身边的人远离赌博